還有一個像塞尾 你看 還是臉 因為你有臉 所以你連在這個天色上面 他用一個機器 一個什麼 軟蟲病毒 Wanna cry 一進來 哇 那就哭了 所以這個就是也是 那這個是 我的建議 我們從打高空的 到落地的時候 你第一個要有勇敢 第二個最好有一個 高層的委員會 參觀一些先進的工廠 然後你制定這些 你的重點工作 然後找產學研究 因為是台積電 你知道台積電我剛才講的參數過話 他們講說他有一千個 培養一千個AI大助理工程師 他有這麼多人 所以才能推入 但是我們沒有那麼多人 甚至他也要跟清華大學 建政務教授合作 所以這個是一個台灣 很好的一個機會 然後我們一步一步來打落 這個是 某一個工廠 某一個電子廠 這麼多工廠 所以你看 我們都面臨到剛才的六大困難 通通有 所以我們也是講這個話 所有學位都講說 欸老師 這些問題我們都有欸 回公司 都有 因為一定會看到這些問題 那最後一戰 就是說 因為 對推動自動化的人 到底是ID來推展 還是生產部來推展 還是老闆親自來 這個才是大問題 因為我們看到有幾十問題 譬如說 ID啊 他說 我用可以幫我管到工廠 工廠說 我用不懂電腦 對不對 那ID說 我不做不好 你可以K我啊 像台積電的ID很可憐 動不動就被經營廠校去發展 他好 他不死